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位于北京市丰台区这栋楼底层的半地下室有家幼儿园 名叫腾龙双语幼儿园 2011年3月14日早晨8点多 五名老师带着76个孩子坐上了门口的一辆金龙客车 开车的司机叫游易 司机游易说这些孩子是到30公里外的门头沟一家幼儿园去上课的 这辆车有50个座位 当天超载了31人 基本上是四个孩子坐在一个双人座位上 作为一名老司机 他知道这样坐不完全 原方解释说车上有不少孩子要在门头沟的幼儿园寄宿 星期五才返回封态 所以超载的情况只会发生在星期一和星期五 当时活道上车不多 加上熟悉路况 游易没在乎现行60公里的指示牌 加大了油门开到了每小时98公里 我们车也开了 年轻是怎么办 有一块石油架的车上 我们车碰到那个灯杆 碰到灯杆 车要失控 他车失控之后 因为他的速度比较快 所以说是先撞上了路边的电线杆 撞上电线杆之后 这个车辆又继续往前行进 然后撞上这个尾挡之后 这个尾挡上的铁管 就击穿他的这个车的右前部的玻璃 击穿进来之后 击死了两位咱们这个案件中的受害人 车行驶到了108国道环岛附近时 因为司机游易 没有注意到路边在施工 静止开了过去 一根隔离护栏上的铁管 直直的插进了车里 坐在司机旁边的幼儿园园长 刘雪荣和一个孩子 被铁管击穿了头部 司机游易下车 拨打了110和120 此时园长刘雪荣 已经没有了呼吸 六岁男童史浩博被送到了医院 中午时分 他的父母从三十里外的丰台赶到了医院 石浩博的父母看到的是儿子冰冷的尸体 母亲当场就昏倒了 交警通过勘查得出结论 司机游易抄载超速行驶 对事故负全责 被警方当场拘留 交警并责令 赵氏车辆所属的北京牡丹 航天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汽车租赁分公司 转眼就成了冰凉的尸体 史浩博的父母难以接受这样的事实 他们都是十年前从陕西来北京打工的 浩博是他们唯一的孩子 两年前 夫妻俩开了这家麻辣烫店 起早贪黑的赚钱 就为了能让孩子留在自己的身边 在北京接受到好的教育 车祸发生以后 很多人在疑惑 为什么地处丰台的幼儿园 要让孩子去三十公里外的门头沟 去上课呢 史浩博的父母说 今年春节后的一天 幼儿园的园长刘雪荣 也就是车祸中另外的那名死者 是这样告诉家长的 他就说 拜地下室 不知道拜幼儿园 他说这是装修呢 就说 就说展示去了一两个月 当时 园长刘雪荣跟家长们解释说 丰台区教委下了通知 办地下室 不容许开幼儿园了 所以 他们在附近找了个地方 但装修需要两个月 为了不影响孩子们上课 这两个月 他们在三十公里外的门头沟 建了地方 每天会有班车 在老园这儿 接孩子送过去 园长还说 孩子们可以自行选择 是否继续留在腾龙双语幼儿园上学 他搬走了 他也不是 也是究竟吗 他也是 他也在这儿接 也是在这儿接 又不是说 那啥 他也熟悉 他也熟悉 那环境那些人 丰台的老幼儿园 距离门头沟 有三十多公里 新修的公路路况不错 行驶二十分钟 就能够到达 石浩博的母亲 跟着校车去过一次 觉得除了离家远 其他的条件还都可以 浩博的邻居小韵 也是腾龙双语幼儿园的学生 事发当时 小韵坐在小浩博的身后 那个车不是撞上了吗 那个玻璃哗 它一拨到 它干过击上去 然后我说 看见那个小孩 脸上的爪 钢弯长 小孩下来满车乱哭 小韵被父母送到了河南老家 小浩博的父母 也从悲痛中逐渐的清醒过来 他们发誓要找到事故的元凶 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座楼底部刷了彩色的 就是腾龙双语幼儿园 在事故发生的当天 已经被查封了 幼儿园的老板刘某 也因涉嫌非法经营罪被逮捕 到这时 家长们才知道 这家幼儿园本身 是没有资质的黑幼儿园 并且在事发前两个月 也就是2011年的1月25日 已经被封塔区教委 责令关停了 因为刘某被羁押 记者没有能采访到他 附近这家 青塔东里幼儿园的老板 跟我们透露了 腾龙双语幼儿园 被取缔的真正原因 石浩博的父母意识到 幼儿园园长刘雪荣 当初跟家长们是撒了谎的 幼儿园异地开源的真正原因 是被依法取缔 而不是办学地点不合格 既然被取缔 为什么还要到 30公里外的门头沟 去继续营业呢 他找人家主要原因 他是买人家的幼儿园 他买的 政府给他关掉了 关掉了 他是那个 就必须这个幼儿园 是他给人转量过来的 本家都回不来 对 本家回不来 他就心里着急 这位知情人说 腾龙双语幼儿园的老板刘某 去年10月刚花36万 从别人的手中盘下了这个幼儿园 每月能收入4到5万元 可还没有收回成本 就被依法取缔了 为了投资不打水漂 也为了留住这200多个生源 幼儿园被取缔之后 刘某想到了 去房租更便宜的门头沟 继续营业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家幼儿园 就是孩子们曾经借读的地方 从外观来看 这家幼儿园从条件上 的确比腾龙双语幼儿园的 办地下室要好 但是司机游异说 当初借用这里上课时 里边还没有装修好 司机游异说 腾龙双语幼儿园 为了留住原来的孩子 每个月花1.2万 租用了这辆大客车 运送孩子 增加了半元成本 为此幼儿园的老板刘某 就在孩子们的伙食上克扣 得知这些内情 死者浩博的父母很气愤 他们一直在后悔 当初让孩子留下来 浩博的父母说 儿子是2008年5月 去腾龙双语幼儿园的 这里离家步行 只有10分钟的路程 收费也低廉 加上午饭 一个月才450元 他们到现场考察过 认为还可以 喜欢同学 上班是 还有什么 丰台区教育 幼儿教育 培训基地 什么 幼儿幼 对 就是那个 还有一个什么 丰台教育 幼儿教育 培训基地 丰台区地处 北京的城乡结合部 80多万外来人口中 就有2万多 是跟随父母来经的 幼儿园学童 浩博的父母 是开麻辣烫店的 来自陕西 小韵家 是从河南过来 开浴室的 还有从东北过来 开洗衣店的 这些家长都选择了 让孩子就近 读腾龙双语幼儿园 除了离家近 收费低之外 当时的幼儿园园长 刘雪荣 给家长们 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刘雪荣 是一年前从西安 被幼儿园刘老板 聘请过来的 对 反正他觉得挺好的 教得好吗 教得也好 小孩去了之后 反正小孩也挺喜欢的 去了之后 真的 现在也好了 简单的几个单词 他也会说 你觉得孩子有进步 对 就是有进步 所以说 今年他搬那么远 走进腾龙双语幼儿园 两百多平米的地下室 被隔成了七间教室 两百多个孩子 当初就在这里上课 地上露天的地方 就是孩子们的运动场 石浩博的妈妈说 他们也知道 这里的条件不好 每个教室 三十多个孩子 确实拥挤 运动场也太小 但附近公办的幼儿园 只有一家 而且很难进 一个月要一千七 一千八呢 他说要是半个学期一交的话 就可以少一百块一 一千七 那个真的 说不及 真的没干成 对 走还不好走 我一直反正他查不得 我看他在那上 你跟你看 这些教委 曾经关停了 辖区内五十多家 非法幼儿园 其中就有 腾龙双鱼幼儿园 这些幼儿园被关停的原因 主要是存在安全隐患 比如这家幼儿园 几十个孩子 挤在大通铺上 还有这些暴露在外的电线 悬在孩子们的头上 让人心惊胆战 此外 幼儿园的卫生状况 也令人担忧 孩子们吃的 就是这样的午餐 而且汤筒 就放在下水道的边上 能让孩子在这种 条件下 上幼儿园吗 真的 我们看着很痛心 需要的幼儿园必须管 腾龙双鱼幼儿园 是今年春节前被关停的 春节假期刚过 2月14日 老板刘某 就在门头沟 重新开业了 如果他开一个 不合格的幼儿园 他还整天吃着什么 有资质 有什么 你都是小孩啊 又不是说什么 死者家属恶然 肇事司机 竟然曾是引君子 他那个公司 也太不负责任了 真的 怎么可以录有这样的人 事故背后 还有多少惊人的内幕 我们这个属于光车租赁 这个提供司机的责任 也是承受方 黑色星期一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我们今天请到演播室的嘉宾 是中华全国律师协会 未成年人保护专业委员会的 佟丽华律师 佟老师 在今天我们所讨论的 这个案例当中 我相信家长们看了 最气愤的点 是这样的 黑幼儿园 明的是官了 但是案里 能再找辆车 拉着孩子 到其他地方去上学去 这个事情 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 比较具有代表性 现在实际上 这个就是 叫黑幼儿园也好 叫无证的幼儿园也好 尤其你比如在北京 这样的大城市 确实在一定范围内存在 就是城市原有的 公立的幼儿园 力量不够 力量不够 这个供给满足不了需求 那么另外一方面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 就出现了很多 我们说的所谓的 民间无证的幼儿园 他受到了一些 低收入家庭的欢迎 但是另外一方面 他的办学条件又比较差 包括他的师资 包括他的安全 各个方面都没有达到政府的 批准的这样一个标准 事实上您谈到的 政府批准的标准 这个标准其实是底线 这些无证的幼儿园 是他连这些基础的底线 都够不着 这种问题怎么办 但是现在实际上 对政府而言 也面临着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所以政府一方面 关了这些孩子 入园接受教育的问题 解决不了 不过他又存在安全隐患 一方面来说 现在就是要让更多的公立的幼儿园 敞开大门 另外一方面 就是扶持 支持 鼓励 更多关系教育的人 来建立这样一批 符合条件的 民办的幼儿园 方才提到了一个整改的词 也是一个实事求是的词 就是在整改的过程当中 你如果能达到标准 我给你审批 你整改还是无论如何达不到标准 我该取消 就得取消 就是整改和一刀切的关停 还是两个概念 应该说 无证幼儿园的存在 是我们今天所讨论的 这次悲剧的最重要的原因 不过孩子的父母 在对事件进行进一步的调查过后 他们把矛头指向了 这辆客车的司机 以及客车所属的运输公司 2011年7月13日 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 开庭审理了 幼儿园校车司机游易 交通肇事一案 被告的父亲也来到了法院 他所透露的情况 更是让人不寒而栗 对 三年都不吸了 尤易的父亲说 他的儿子34岁 曾经是位隐君子 尤易承认 自己十年间 因为吸毒 多次被警方处理过 一年前 还因为贩毒 被判有期徒刑六个月 去年十月刚刚出来 要是现在知道了 真的太不靠谱了 他那个公司也太不负责任了 真的 怎么可以录入这样的人 吸毒的原因就是 以前 这边接触的人有一些问题 加上自个人 那些原因 地方都太差了 对 往往 跟他交进了好几回 尤易说 他已经成功的戒毒三年了 2010年的十月 他从刊处所出来后 决定远离毒品 重新做人 因为没有其他的技能 一则网上的招聘广告 吸引了他 按照法律的相关规定 吸毒成瘾 尚未戒除的人 是不能报考驾驶执照的 而对于有吸毒史的驾驶员 在审验驾驶证时 也要进行毒品检测 已戒除的是 可以拿到驾驶证的 尤易的驾驶证 是合法取得的 但是他的吸毒史 汽车公司和幼儿园方面 都不知晓 招聘单位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聘用了游易 双方也没有签订劳动合同 但是按月发工资了 游易声称戒毒已经三年 那么事故是否真的跟游易吸毒史没有关系呢 事后警方也对他进行了毒物和酒精检测 当然咱们对他也当时做过毒物鉴定 他在驾驶金龙大客车的过程中 事发当时他是没有吸毒的 如果当时要采集驾车了 也能避免这事 因为为什么没采集驾车 是因为车上拉的是人 也不可能采集驾车 然后摔着孩子 所以只能带上车 因为他们小孩又没有安全带 对 海家车有可能就是 轻伤 对 不至于说把人水 把钢管从车里扎进来 没有也就是 轻伤若干人 对 但是当时你的判断 是会有点失误还是 不是 因为没想到会碰到灯杆 有那个 那个东西会扎进来 你看见那个 他那个防护标志了 或者那个钢管 没看见 由于承认 事故主要是自己判断失误所导致的 但他不能肯定 这跟自己的吸毒史有关 他说 作为一个开了十几年车的老司机 他早就意识到 超载所存在的隐患 本人拉小孩 然后超载的事 你反应过 反应过 说过 我说你 你最好 跟你们老板说 就别干这活 他们老板也说 本来这个月 干完这个月就不干了 就干别 就不干了 他那天拉的还算少的呢 最多时候拉九十多个 那些气势 2011年7月13日 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经过审理 判决游易犯交通肇事罪 判处有期徒刑 三年六个月 中间他也跟领导反映过这个相关的问题 还有就是说 他这个认罪态度比较好 而且他也表示 就是后期的这个民事赔偿问题 他也希望就家属能积极帮他赔偿 司机游易对判决没有提出异议 表示认罪服法 七月底的一天 他的父母和女朋友来到看守所来看他 他说自己一时疏忽 毁掉了三个家庭 他去年出狱后 交往了个女朋友 本来打算今年五一结婚的 这场悲剧教训深刻 游易表示 出狱后会努力来补偿死者家属 他希望父母能拿出点钱来 先安慰死者的家属 我们俩现在就是退休公司 我们俩又加起来三千多块钱 不到四千块钱 史浩博的父母难以承受这样的事实 一个被取缔的黑幼儿园 加上一个有吸毒史的司机 这场事故发生绝对不是偶然 他们认为 游易所属的北京牡丹航天汽车销售有权公司 汽车租赁分公司在管理上严重失职 牡丹公司的法律顾问辩解称 当时他们给两个死者家属 各2.5万元丧葬费 并不是因为过错 而是基于人道主义 因为我们这个属于光车租赁 合同的很明确 这个提供司机的责任也是承受方 牡丹公司知道游易的存在吗 我们至于这个游易是谁 就是跟谁的关系 我们其实不是很清楚 牡丹公司解释说 这辆车是车主王某挂靠在牡丹公司的 他们每月收取一千元的管理费 租车的合同是王某跟幼儿园签订的 游易是王某自己找来的 要追究责任也该去找王某和游易 对牡丹公司的这些说法 受害者的代理人给予了驳斥 按着他们这种方式来管理自己的员工 甚至说签订一些挂靠协议也好 或者不签合同 劳筑合同也好 来规避他们说 有可能造成了这种受害 这种事故 我觉得无疑是他们自己要 完完全全要承担责任 目前两名受害者家属都已经聘请了律师 史浩博的父母认为 司机游易 北京牡丹航天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租赁分公司 幼儿园的老板刘某 对事故负有连带责任 要求他们三家赔偿各项损失 共计97万元 幼儿园园长刘雪荣的家属 则将牡丹航天汽车公司告上法庭 要求赔偿各项损失 共计102万元 现在两个死者的家属都提出来了赔偿的要求 而租赁公司提出来说 这个车就是在我这挂 那个司机是你车主请的人 所以我对他的运营 我真承担不了什么责任 挂靠的公司显然要承担责任 那么实际上来说 在司法身上这种案例比较多 比较普遍 交管理费 有的交的多 有的交的少 有的刚收了100块钱管理费 就发生交通事务了 要赔很多的钱 我感觉我这么冤枉 因为实际上他收管理费的同时 一方面人家可能说我租这车 我跟你公司签合同 我不是针对的个人 我信任你公司 是 我信任你公司 既然收了管理费 以你的名义 你又要为这种名义 为这个管理费承担责任 在3月14号发生了这个事故之后 北京市政府也高度重视 就开展了全市范围的针对非法办员 针对校车安全的大检查 光是在丰台区 就关闭了非法的幼儿园 100多所 虽然这些幼儿园关了 但是刚才我们所讲到的 关了园之后 孩子们怎么办的问题 真的开始让家长困惑 非法幼儿园一关两只 家长们却愁眉不睁 悲剧揭开了冰山的一角 孩子们真正的乐园在哪里呢 黑色星期一 经说法继续播出 找着幼儿园了吗 找不上啊 这俩早去 今天晚上一上午 我没上班就出去找幼儿园 昨天他让我们找人 今天上来上午都不收 孩子没有去处 正规的幼儿园 没有这么大的接待能力 这些问题如何解决呢 公办员扩大扩班 扩大班额 招收一些孩子 另外民办员 要求已经审批的民办员 也是扩大班额 丰台教委说 按照规定 那些人均占地面积 在六平方米以下 地下室 私自搭建的建筑 都不能开办幼儿园 丰台教委 从这些没有资质的幼儿园当中 挑选了一批 办学条件较好的 进行了整改 总体的学前教育 我们安排了 是1.3个亿 来解决这个问题 今年5月 已经有10家幼儿园 经过整改合格后 被批准营业 这家青塔东里幼儿园 便是其中的一家 事故发生后 原来的腾龙双语幼儿园的 不少孩子 都选择来这里就读了 这家幼儿园的老板 告诉记者 他拿出了300万资金 搬到了这个场地 1600平米的地方 现在他没有200多个孩子 完全符合了法定的要求 就这样子 就的家长介绍不了 680感觉就 对对对 还是感觉的贵 他上了黑幼儿园 一个班上 五六十孩子 六七十孩子 就一个老师 咱们班上三个老师 一保育园 这种自然的那个 费人就上去了 截止到今年7月底 丰台区已经有104所 私立幼儿园 经过整改达标 但是这些幼儿园 面临的最大问题 仍是资金不足 清塔东里幼儿园的老板说 他们这个运动场的场地 本来应该铺交调的 但是他拿不出这五万元钱来 咱们那个班员 现在下来了 看看政府 这些方面有点补贴嘛 今天我们在讨论 那个题目的时候 我再次提示大家 注意一下六岁的这个孩子 沈浩伯的父母 他的父母 一直生活在首都北京 但是他们在这个城市的身份 是外来务工人员 他们希望孩子能够在 更大的城市里面成长 受到更好 所以相关城市的负责部 应该仔细考虑 应该如何做出努力 让这些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们 能够在这个城市 安全 幸福 生活和学习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也感谢同老赛 先生讨论 欢迎您继续关注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综合频道 接下来的节目见 明天见